党的党主席宋楚瑜 还有说呢王永庆 据说呢都用这个功夫来养生 不过呢气功老师是说 靠山功这个动作可千万不得马虎 否则透过就不堪设想 他会说我们发人的时候呢 我一步也可以 我两步他都可以 一样 用被撞墙 这就是道家太极拳入门功夫 靠山功据说可以养生 还可以烦恼还童 我把你身体里的气 这武器要恢复到小孩的时代 肩脚的等别三角 这个肩的一半的等别三角 在这个位置去靠这个墙 所以每个人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 咱们碰到这里会伤到颈椎神经 你碰到这里会伤到腰位神经 不仅背部撞击点要准确 姿势也不得马虎 垮要弯一点 我垮 手要抱好 墙都是你的床 这样靠下去的话 很不碰到墙上 然后再慢慢的低头 弯腰 然后慢慢的起来 很舒服的 然后第二次 气功师傅说 只要姿势队长期练功 对身体好处多多 艺处多学的人有八岁孩童 也有七八十岁的老者 据说连王永庆宋楚瑜都乐以此道养生 但不论权位 不论年龄 只要动作不正确 还没得来健康 可能已经是全身内伤一身病 无线微信 王维侯佩英 台北报导 宋楚瑜也在练着跟烦恼环童 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宋楚瑜针对连宋佩 她说